其實這件事我當年10年這個電影起金像獎拿最佳影片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個階段都曾經想過發出一個這樣的電影宣言 我就覺得香港電影已經是越來越走下坡 我們香港本土的市場是令不到投資者賺錢 也有很多的限制我們的預算越來越萎縮 因為市場萎縮 很多的情況我們最後就取消了這個計劃 任何距離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哇 好啊 我立即跟他說我想做這件事很久 世界各地電影歷史都有電影宣言 我們香港為什麼沒有 我們香港如果要表達團結的話 不是去金像獎那麼簡單 我們應該有一些團結 有些承擔 那我很認同的就是自由這兩個指導 而正正就是當香港失去自由的時候 尤其是創作自由我們都失去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不去聯合起來 講到清清楚楚 我們很著緊這件事 不是完全不提 選金像獎這個階段也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金像獎是一個電影圈電影行業 我們一起圍爐取暖的一個獎項 全部都是業界人士的投票 應該是表達團結 但是你看到我們金像獎是沒有人想 在台下面或者台下面會夠膽說 我們香港現在面對著什麼狀況 一個都沒有 沒有人說我們需要說 我覺得我想說 我覺得這個發生是重要的 我們現在失去自由的時候 我們想強調我們需要自由 我們去堅持這份自由 也都去給大家有一個信念就是 我們簽名的這些工作者 這些電影工作者 我們拍的電影 我們會很堅持這件事 做不做到 大家有客觀的可以看法 但是我們先看法 第一步連說都不肯說 連面對香港現在創作自由的萎縮 你都不敢去發聲 那就枉為電影人 我愛香港電影 因為我是香港電影的一份子 拍完這段影片 我都回去 一直以來都是劇情片的創作 《時代革命》這段影片 令我劇情片的創作 腰斬了 的製作 因為投資者或者演員 也都有退出的情況 為什麼會這樣呢 除了我自己自身拍了《時代革命》這段影片 是敏感之外 其實整個行業因為國安法 因為電檢署有電 因為國安法有電檢的 國安條例的修訂 很多人有很大的自我心得 比以往更強 甚至乎 有些演員 你可以說應該超過十幾個 我有些演員想合作 在過去這一年《時代革命》之後 有十幾個演員會跟我說 他們會簽了一份的條約 他們簽了一份條約就是 他們接了另一些的電影 或者一些的演出 就是由中方資金 中方資金他們會要求那些演出者 演員就會簽一份合約 就是你的言論 或者你以後的一段 我不知道有沒有時間的限制 你不夠去違反國家安全 有些演員想跟我合作 他們說 無可奈何我簽了這份合約 我說什麼合約來的 就是可以 是的 當然他們唯一一份工 唯一演出的機會 做演員當然很困難 有機會當然想去演出 但是 當他一簽了的時候 別人都還沒說不行 他已經很害怕了 我現在應該是無罪之身 他們都害怕 是嗎 我也有紀錄片 我現在處理劇情片的創作 其實完全不關政治事件 沒有社會問題 是一個愛情 我連一部愛情喜劇 都這麼困難去找投資 以及找演員 更何況有一點點碰到社會議題 都可能 這個困難會再一次提升 我現在的狀況 絕對不只是周冠威的問題 是香港電影業的問題 我聽到的有演員 就跟導演和觀劇說 你們想找我演出好 但是你這部電影牽涉警察 罵警察的 我不能夠接演 有些場地去租 去給錢去租場地拍攝 那個場地的主管 會跟電影的製片說 你可以寫個報告給我 你這部電影是不會違反國安法 我就考慮借不借給你拍攝 但是那個電影都是完全關係的 還有 我看到有些投資者 什麼都可以 你不說政治就行了 現在是整個行業 不僅是整個行業 全香港都是 全香港都是面對緊箍咒 什麼都會有懷疑會危害國安 就有坐牢的危險 懷疑喔 你還沒做任何事情 他說 你值得懷疑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 無法可疑 很恐懼 大家都是縮到去 自我審查到一個 很不理智的情況 這不是我自己一個人去面對 這個是全香港的面對 我 都是一個人版 就是如果 你剛才所說 這個香港自由電影宣言 是不是 我們又有著名的 我們希望堅持到自己的創作自由 那我會想 既然如果我自己創作自由 我真的很想說社會議題的話 那我會照創作 拍不拍到我不知道 我就寫劇本 寫劇本不用跟別人合作 暫時在創作的階段當中 劇本我最初步 最基本的 都是創作 你就照寫 直到香港有自由 可以拍不拍 那時候才拍 每一個電影劇本 都需要一些時間 可能是一年兩年十年 是吧 好像我上一套作品叫《環外》 其實都是經過了很長的創作的運動 你要承認現在的電影業很坎坡 你是衡量自己的熱情 是否願意去承受這一種的困難 機會很少 會發揮的可能很少 但是我 我們這一刻的做創作 是很有意義的 當一個壞的時代 更加需要藝術作品 當香港不停失去了很多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我需要創造多一些東西出來 這個就是藝術創作 這個我希望新一輩的電影人 都可以做到 不要灰心 這個不灰心 不是只有一個口號 是你真的認清楚 你做的事是很有意義 因為你自由地去創作 香港是已經很難 如果你願意做的話 先不要想 如何發佈 效果如何 這件事是對的 現在電影 尤其是去拍短片 去拍iPhone 是吧 是的 我覺得不停創作 不要失去了這個時代 給了你的養分 這個壞的時代 給了你的養分 我香港電影不會死的 是的 香港 這麼多人仍然在香港電影裡面 我看不到會有 真的用死亡去用 電影是很坎坷的 在香港電影現在 的視況是很差劣的 甚至我會形容 現在好像有些慈善事業 大家有些投資者 都不想香港電影這麼少 投資當然想有回報 但是有些投資者 我接觸的 甚至跟他說 我一直來的 電影收不收得不要緊 有一次慈善 另一個示範就是想保養 香港獨立電影那個範疇 的電影人 很有能力 是吧 我們現在 亂處了 香港 自由電影宣營 我覺得 這幫人很有 積極 很有能力 樂觀 很盼望 很有行動性 很愛香港電影 我這件事 挺有盼望 是的 簡直我覺得 是一種 新生命的誕生 怎麼會有一種死亡的感覺 我沒有這種感覺 我都認同TV的說法 是充滿活力的 因為我都在另外一些媒體 都說過 其實我覺得 現在才是真正的 香港電影的新浪潮 其實有幾個標準 因為其實當時 例如 或者French New Wave 或者一些意大利新寫實主義 都是來自於一些 說下一代對上一代拍的電影 已經開始有一種 覺得他們首舊 或者有一種厭倦的感覺 而覺得我們 現在必須要拍一些新的電影 跟上一代完全不同的 香港以前就是一個很崇尚類型片的年代 很崇尚商業製作的年代 但你去到現在 其實本土意識越來越抬頭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這一代的導演 是更加關心社會 我們身邊發生的事 很多電影都是來自於 我們身邊的社會發生的題材 我們選擇這個時機 正正是對著金像像 因為它不是有一句Tag 是說 金像四十不劃不錯的 覺得很諷刺的 這句Tag 就是因為來到這個折骨眼 我們就是需要改變 然後你說不劃不錯 到底你那個 什麼叫不劃不錯 就是不改變 但是其實很奇怪 連杜其鋒都這麼多年 不出席金像獎就說金像獎不改制 我就永遠都不出席 到其風也是這樣說 但是金像獎正正在這個折骨眼中 聽說不頑不錯 我們就覺得 是時候我們要跟他對著幹了 我們要改變遊戲規則 你金像獎現在變成一個太公分豬肉獎 不是頒給一些 他的頒獎不是頒給創作的 他是頒給權力 頒給地位 頒給一些所謂的工業裡面的大哥 為什麼金像獎這麼多年來經常被人說是敬老獎 這些不是空月來風 當一個代表地方的電影獎項被人說是豬肉獎敬老獎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思考一下是否要改變呢 而特別這麼多年我們爭取的紀錄片獎短片獎 都一直沒有出現 而都說了很久說為什麼我們需要有紀錄片獎有短片獎 因為短片獎正正就是鼓勵天馬行空的創作 更加多變的創作 因為年輕的創作者他一來就是拍短片起步的 你不可以說我們的城市有IFBA有先浪潮 所以我金像獎不需要設立一個短片獎 因為金像獎才是真正代表香港電影工業的一個權威性的指標 紀錄片也是電影很重要的一部分 他們經常都說香港哪裏舊紀錄片 他們不願意面對現實 香港一年都超過 即是他入圍是說要五套 一年都超過十幾套紀錄片 只不過他們不願意面對那些他們不想看見的紀錄片 經歷過少年之後 我們都發現其實沒有東西可以阻止我們自己想拍的電影 所以現在我覺得最大的困難就是那種意識形態的分歧 或者新舊交接的時候的那種怎麼說呢 我們求變 但是上一代永遠都說我們其實 我們當年是最好的 那樣東西 最簡單就是 例如我在一百年在金馬創頭 拿了百萬首獎的那個題材 紫皮婆婆 他們現在 例如本身這個項目是天下一 天下一 現在就是不開拍的 很明顯的原因就是因為我的名字 不要阻止我拍這個電影 就是他不拍 我就去找其他的資源來拍 但是現在其實是多了很多途徑去找不同的資源 譬如眾籌也是一個方法 時代必然會向 就是必然要交給新一代的 這個是歷史的進程 所以其實很簡單 現在不是那幫老舊派不和我們玩 是我們不和他們玩 不需要調轉這件事來說 我們是不屬於再和他們那一輩 就是那幫這樣的人 去再交往也好 又搞雜也好 我們就拍自己的新的電影 我們當然覺得自己可以撐起新的浪潮 為什麼不行 當年他們都是這樣 是不是 他們都是二、三十歲 就是所謂的香港電影新浪潮時候 就是八十年左右的時候 一定會有人問為什麼 我師父是陳果去找他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方向是要新電影宣言 真的在生活的時候發現香港的文化 香港的人 是真的和我在內地生活的時候 那個接觸到的是很不同 因為香港真的有個人精神 有互助精神 甚至乎在香港找到一種 在民間的合議精神 就是在大陸是消失的 例如少年入面的 去拯救自殺者的民間搜救隊 這件事在大陸一定不會發生 但在香港就有一班互不相識的人 一起集結去救一個大家都不認識的人 這件事 就是其他國家我不知道會不會發生 但在大陸一定不會發生 做電影的創作 因為電影教導我要以人為本 正正就是 中國的體制就是一個不尊重個人的體制 譬如我那時搞編劇權益聯盟的時候 我想找一個很資深的演員前輩去 所謂的站牌也好 撐牆也好 我打電話給他 講我們的理念 我們的行動 他聽完之後 他講了一句話 令到我很深刻 也很糾結 就說阿俠 我很認同你們所做的事 很欣賞你們 但你們不怕你們做的事 會得罪前輩嗎 如果我們做的事是對的 那為什麼會得罪前輩 那前輩在做什麼 他們這班人 我覺得相信自己 不需要相信我 我是一個no one nobody 不要因為誰說了什麼 就被他打沉 想做就是做 現在你用電話都可以拍戲 一定有方法 是不是 我們拍攝少年的時候 我們拍攝的時候 其實只有30萬 我們都照拍了一部長片 因為我去今晚的時候 其實是 所有入爲今晚短片的資金 都比我們這部長片 現在拍短片 他們說 你用60萬 即是我們加上後期 用了60萬 其實他們拍一部短片 現在正常規格 都去到四五十萬 拍一部短片 現在和現在的攝影器材 這麼普及 只要你有創作力 你有思想 你有感受 你找朋友拿電話 都可以拍一部電影出來的 現在 你想拍就拍 不用等機會 為什麼一定要等機會 要等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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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你行 你才做 我想香港 可能就是 那個教育的問題 就是令到大家 經常都是 很多這些 這樣的 其實你相信 你自己想做的 你一定會有衝動 想做的 你有這個衝動 你就要做 不是一定要成功才做 你覺得過程 都會令到你很快樂 我自己拍戲的時候 其實那個過程很重要 這次拍得不好 過程一定都會學到很多東西 下次再拍好些 如果你真的喜歡拍戲的話 如果 如果 很簡單 去 形容 可能現在 香港的 電影 發展 或者是 那我 我覺得 我想到的 就是 仍然有很多 可能性 在 因為 大家都面對 這兩三年來的 一些環境轉變 或者疫情 其實都有很多 變化在 包括其實 之前 疫情的狀況 就是 戲院又封了那麼久 有很多 可能 影響的人 又沒有公開 做創作的 也都是 沒有什麼 做的 其實 我 覺得 反而是 一些時間可以去 纏電 究竟自己 其實最想做的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 是 是 很不幸 大家都面對 這麼困難的 情況 但是 反而可能是 一個機會 去重新思考 自己 想做什麼 或者自己 想 透過電影 去做什麼 我想我自己聯署 這個宣言 是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 其實主要是想提醒自己 究竟自己為什麼而拍電影 我覺得 是 都很重要 反而 我會去想的就是 就是 不需要太過 在意究竟 所謂 現在的工業是怎樣 因為其實都是一個很 限制的一個 就是會限制了我們的想像 因為你拍電影 其實應該是 自由 因為你應該是 自由地去 去 投資你想拍的東西 即 就算是 你必有 一些商業的 資金去投資的時候 其實可能 如果你都是 即我自己相信 如果你都是 一個心是很想做創作的 其實是 一定會找到 方法的 只不過可能 那個 那個範圍 你未必是 你未必很有充分的資源 去做 但是 會找到其他的東西 去幫到 實力 所以我覺得 這個宣言 就是提醒自己 究竟 玩什麼而拍電影 多些 自己面向 當然 都希望可以透過聯署這個宣言 可以連結到 一班 可能都是 有共同想法的 一些電影人 可以 大家互相 團結 給大家 一些力量 自己不是 孤單 三二一 追新聞 追新聞